和我以前的同志、朋友們一起為副寿的開這個追蹈會 我說這個意義是很深長的 這裡說明了一個問題 我們沒有忘掉副寿 我們更沒有忘記你我和大家在以往的共同鬥爭 在談副寿的時候 我認為從一個人的生活習慣當中 更能更好的說明一個人的思想 原本我是想多談監牢裡面的生活 但是時間不允許 但是我下來只能夠列列談幾點 我想首先一個問題 也許有些年輕的或者是一些人還不那麼了解 所謂牢 副寿就是在這個牢裡拗過了二十年 牢究竟是怎麼樣的 我簡單的來說一下 那個時候 我和副寿是關在女王正軍議 女王正軍議 早上一開門 你就必须拿着马桶 放到门前 犯人还要蹲在马桶的旁边 而我们呢 比犯人好一点 可以站在马桶的旁边 等一关点灵 然后到马桶 起马桶 这个就是牢的治愈 再来一个呢 每一个被抓者 都必须关在中央警署 地下室问话 那个地方呢 就是一天暗的 一天二十四小时 你就是在里面 那么在问话期间 很多人是被虐待 殴打 或者说 精神的一种虐待 其中一个难友 他竟然 被他恐吓 怎样恐吓呢 他说 如果你不合作 我将把你的爱人 在你面前 情报 这样的事情都 做出来了 所以这个呢 就是所谓牢 那么下来呢 我是想想说 在牢里面的一些生活的问题 我简单的说 几点 我很少看到 遇到复受发脾气 遇到不同的意见 他能够细心的听 细心的讨论 则耐心的说服 这是一点 但是 这个来讲啊 也许一般人是认为 说这个是一个 所谓涵养的问题 我说 不是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说 如果人呢 能够懂得 应该要怎么样的 对待问题 怎么样的解决问题 这个是一个思想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方法的问题 所以这呢 都我们都应该有向他学习的 再来呢 他非常信息 他会讲华语 但是不会读 所以在牢内呢 我们的一些同志 经常把华文的一些重要消息 读给他听 他欣然的接受 但是也许 一些人是做不到 对不对 你 我不懂你来读给我听 对不对 如果是高高在上的人 接受不了 但是呢 副寿 绝不是这样 因为他懂的 知识 是全重性的 全重有好的 有知识 我们就应该听他 接受他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观点呢 是非常 对的 对不对 所以 接下来 我还要谈一点 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 副寿 清祥 人贵 或者是说 苏坎 在他们的周围 经常都会有一些 其他民族的同胞 他们是那么融洽的 在一起 显然他们是怎么样呢 一定能够做到互相尊重 互相了解 尤其重要的是说 他们是 可以说 在思想上 理想上 的沟通 所以他们能够 结合在一起 这个呢 在我们这个多元 民族的国家里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也应该要重视 他们以往的这些作风 那接下来呢 我就要谈 副寿的一些政治活动的问题 副寿是在南大社会主义 基督部里面活动 他是里面的领导人 当时他这个活动呢 就是说 他们是以社会主义的运动 来推动这个 反殖民地的斗争 而华校呢 他们是以 汉卫民族教育 支持南大 对吗 在社会上呢 反王运动 接下来呢 一个最了不起的呢 就是反兵役的斗争 五一三事件 再来呢 华校生 在那个时候 也是在全力 鼓舞工人 团界工人 一起斗争 沙场的工潮 当时的华校生的支持 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个 政治斗争底下 接下来呢 行动党的成立 行动党的成立 还是以什么呢 社会主义的行动党 和后来的设政的成立 这一点呢 我说是和当时 马大的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运动 是有一定的相关的 所以呢 谈到这里 我就要强调一点 那个时候的学生运动 华校的学生运动 南大的学生运动 是进步的 它之所以进步呢 是怎样来的呢 我认为 应该是说 它受到世界的 这种潮流的影响 当时世界的潮流是怎样呢 反帝反制 社会主义运动 这个是当时的 社会潮流 在 在这个 40年代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接下来也是说 40年代 中国解放 民族解放 再下来呢 就50年代呢 是抗美 抗美 抗美 援朝的斗争 下来就是 越南的战争 所以这些呢 都在在说明了 就是说 反帝 反封建 反自民帝 社会主义的 运动 的斗争 在当时呢 广泛的展开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 这样的一个潮流 使到我们 这边呢 的运动 也是 结合 换句话说呢 可以说 整个斗争 我们 这边的斗争 也就是 世界斗争的 一个部分 所以我们是 受到世界 潮流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才会有 这样的一个 进步的 反制的 一种斗争 所以在这里呢 我觉得 不会是 华校生的 反制的斗争 不会是 由于说 中国 物事 运动的 思潮的影响 而促成的 我说 我国的 学生运动 反制动 都是 当时的 这个 在反帝 反制 社会主义 运动的潮流下 的产物 再来有一点 我要谈的 就是说 我们在 反制运动 当中 我们就提出 另外一个 题字 就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 马大手 宣扬的 社会主义 我说 这个有 深长的意义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 独立了以后 就是必须要走 这个 社会主义的 道路 只有这样 我们的 问题才能够解析 所以 这个 社会主义 那时候 可以说是 给我们 斗争的指标 因为我们 懂 独立 不一定问题 就是解析 以我国的 例子 我就可以来说明 我国不是 独立了吗 但是我们的 民生问题 有没有解决 以最近 低心智的 问题 在报章上呢 就有这样的 一则新闻的 报道 一个 女 一个女 亲戒工人 十多年来 她的 薪金 现在就是750 我们都问 为什么是750 这个是一个 高度的一种薄选 当季怎么讲呢 我们通过培训 通过提高生产力 来加薪 我说这不是问题 我们要问的是说 它的 它的底型 为什么是750的 又有人说啦 这是承包商的问题 我说也不是完全是承包商的问题 当季当你对 卫生工人 报款的时候 你已经定了 这个卫生工人呢 扫地的功能就是750 所以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 我们这样的一个政府 对劳动人民的一种 一种评价 就连到我们最近 我们本地的一些 经济学家都有提到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 他的社会价值 虽然他的能力是低 但是他的社会价值如何呢 我们说 卫生工作的价值如何呢 他工作辛苦 又张又臭 但就就是因为这样 他把这些又张又臭的问题呢 由他们来面对 所以我们才会有一个 所谓清界的发言城市 我们才会有一个 所谓说 优雅社会 对吗 所以我们讲说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为什么我要这样提呢 因为我们的 斗争 独立社会主义 这个就是和 社会主义的问题有关 我们理解 在今天来讲 如果我们人民 不能够当家作主 那么 我们受剥削 我们受政治压迫 政治迫害 不可避免 二二事件前后 几百个人被抓 这不是说明了 这个社会的一种 这个一种 一种 问题吗 所以讲来讲去 这个还是一个 社会的问题 还是一个 社会有没有 人民有没有 单该作主义 有没有一个 所谓真正的 社会主义的国家 那谈到时候 我们在牢内 我们和副寿 他们谈的问题 最多的就是社会主义 他曾经告诉我们 他读完 马克思的资本论 鼓励我们 也应该重视理论的学序 我呢 也学到一些 但是当我离开监牢的时候 一些同志 一些朋友问 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重整设政 继续斗争 当时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在监听看来呢 问题很清楚 设政虽然是没有存在 但是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止 工人党提出打进国会 把国会 创造这个国会 成为世界的第一国会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斗争 所以这种斗争 前后会有更多 还有今天的 全世界都在斗争 美国人民已经喊出 90%和1%的问题 美国人民也已经喊出说 现在是资本主义 应该终结的时候了 这个是人民的一种借务 是由人民 为改善大义斗争 已经在开始 在欧洲有一个国家 他的警察都走到街头去示威 犯领警局 为了改善待遇 所以我们讲说 我们在劳内曾经有 有这样的一个结论 当人民不能够活下去的时候 必定会出来斗争 那这个斗争的结果 必定是推翻 旧社会建立新社会 所以呢 我觉得 今后在眼前这个世界 在动荡的时期 斗争的高潮 一定会到来 所以呢 我敬爱的木寿同志 一生 你是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祝你一路走好 找你的思想导师去 谢谢你 谢谢你 为支持参加社交媒体 如果你想给我更多支持 你其实可以按钮谢谢 在所有的视频 有点钮谢谢 那你可以按钮 像这样 然后你可以选择 数据 像$2 $5 $10 $25 $75 然后升至$500 Singgapore 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要赚$10 你只要购买 然后购买 按钮这里 然后你可以选择卡卡卡卡卡卡卡 或者使用PayPal 来购买 $10 然后作为了钱 对于我 那就是购买 到参加社交媒体 好的 所以我希望能够有支持 由你们 然后如果你们有 免购买充 然后你们想支持 参加社交媒体 请订阅 谢谢 谢谢 感恩 欢迎订阅 欢迎订阅 我们的声音 我们会不会听到 我们不必说 但我们话语 但我们们说 从我们心里 所以 让我们各种支持 YouTube Channel BAN SOCIAL CLUB 谢谢 谢谢